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人的一生当中如果有这么多的机会 当机会到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成立好 各位这句话我在电视上已经讲了无数次 各位你敢有电影听你愿意听吗 各位今天成立好请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投资人 增亮眼睛 把你的照相功能再全部打开 各位今天大盘跌几点 跌147点 你相不相信我昨天买回的两档股票 四星赚50块 金星科再赚18块 各位我的四星KY这档股票 那个我的价差到今天为止累积已经到14482块 那个价差 把今天的50块加上去 那我的金星科呢 上次是632块 加631啊 加上今天的18块 各位大概649块的价差 各位今天我一样会用手机跟你做验证 而且各位可以滑动的 你看一看我今天一大早 几点出股票 然后你再看看我今天尾盘买回什么股票 各位你看完之后帮我鼓鼓掌就好 为什么在股市里面有一个这么灵活 而且各位技术一流的老师 各位你知道我的投信朋友跟我讲什么吗 他说啊 他有一些外资啊 投信的老板 一直想找我去当顾问 各位我还不屑 那一个月才多少钱 对不对 要找我当顾问 各位我分析的东西哦 真的 全市场 我敢讲 没有一个投顾老师 也没有一个学者 比我陈利豪分析的还要精确 各位美国股市昨天 在昨天有没有 是不是大涨600 盘中大涨600多点 收盘涨500多点 对不对 今天清晨照样再涨 对不对 300多点 联系两天涨了将近快1000点 各位台股为什么今天会跌147点 为什么 因为台湾投资人很奇怪啊 信心涣散 他们已经觉得说这个盘没救了 各位当你们认为没救的时候 我昨天讲什么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11月份 你就看11月就好了 当你已经没有信心了 当你已经都啊 对这个股市切心吗 不想搞了 各位你再慢慢看 台湾投资人的心哦 各位我跟你讲 你要挽救台湾投资人的心很简单 你知道吗 我说国安基金 各位 我是跟你说国安基金啊 当时的权力护盘 有没有 权力护盘 各位我跟你讲 国安基金就是个屁啊 国安基金就是个屁 就是个屁而已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 不要再听国安基金的 我陈立豪就跟你说过 你不要再看国安基金 也不要再看三大法人 跟陈立豪做就好了 真的 各位股市是一门投资学 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门心理学 你能够掌握到他们的心理 你就赢了 你就赢了 各位来 我验证让你看 这个是10月17号 各位昨天的 对不对 这个是10月17号 昨天的节目 各位 10月17号大盘大跌的时候 各位 10月17号 今天是10月19号 今天是10月19号 对不对 10月17号 大盘大跌313点的时候 我陈立豪不是跟你讲 你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 去买股票吗 那各位 你看到哪一个老师 敢把买进的股票 写在测标上 那各位 我买到之后 我在昨天10月18号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全部出了 我连出掉的股票的价差 我都打写在上面 有没有 我是不是写在上面 那各位 那这是昨天的 你看 这是我昨天的节目 我的测标 这是我昨天节目的测标 我说天啊 昨天买的 今天又大赚 这个昨天就是10月17号 这就是10月17号买的 那各位 10月18号的昨天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世心出掉了 赚52块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 宝雅我出掉了 赚32块 那各位 你想不想看看 我昨天为什么要出股票 想不想看 你看 等一下世心 我再跟你讲 等一下我世心跟你讲 金星科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又 赚了52块 又再赚50块 赚了26块 又再赚18块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这两只 等一下再跟你讲这两只 那各位 我们先看宝雅 我为什么昨天要出宝雅 我赚32块出掉了 各位你看 各位今天收盘跌23块 426跌5 我昨天出450 附近对不对 对啊 帮我鼓鼓掌 各位再看力旺 我昨天是不是赚90块出场了 我昨天是不是赚90块出场了 那各位 我为什么我要出 你看 各位当你看到今天又打下来的时候 各位看到了吗 帮我鼓鼓掌好不好 各位再看 这里面郁金光各位 我昨天为什么要出 我昨天为什么要出 我已经赚了28块出场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出 各位看一下 当你看到他今天收回 拉回到310 你就知道我昨天为什么要出328到329 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 一流的 各位再看 加灯 各位我昨天不是也出了很漂亮吗 出了赚了25块 好各位 这些我都验证过了 我都验证过了 那我现在各位 这些我都验证过了对不对 我现在来验证 手机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验证手机嘛 还有验证一下我今天怎么进出嘛 好不好 你看完之后 帮我鼓鼓掌就好 那个成立好 紧叫五告狗 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没有期望 我没有期望你会跟我做 我也没有期望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赚大钱 我没有在想这个 我想的是你进入股市不要赔到大钱就好 真的 好不好 那我想的是 希望你不要跟到吹牛比赛 那我想的是 希望你不要每天在听那个讲故事比赛的就可以了 好吗 这样可以吗 好各位来看 各位我昨天昨天10月18号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你讲买回四星KY 有没有 各位我现在开始验证了注意看 这是昨天的讯息对不对 是不是昨天两个字 是不是昨天两个字 我昨天买回什么 先看一下四星KY 来 各位 昨天会员注意有没有 3661的四星 我们昨天是不是出了很漂亮 我们昨天出赚了52块 结果各位出掉之后又买回有没有 可以在640到650买回三成资金 昨天早上9点38分 各位你看四星KY 各位注意看 四星KY昨天我们买回 各位买回 昨天最低是不是打到644 买到了通通买到了 收盘马上赚对不对 各位到了今天你看 702块 各位继续赚 今天最高702块 那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昨天买四星KY 你相不相信我今天一大早 还没开盘 我就告诉我的会员 要出到700附近 老师啊你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能骗 各位我是谁 我是成立好 我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不会欺骗 不会吹牛 我们就来看看 各位注意看 这是我昨天买的 对不对 是不是昨天买的 那各位来注意看 我今天怎么出 注意看 我拉到今天开始 各位你注意看 今天四星KY 各位看 今天两个字 三六六一的 昨天六四零六五零买的 今天先挂六九零到七百出 各位几点 八点零三分 我八点零三分就在讲 各位你看今天 我是不是讲六九零到七百 各位今天最高多少 702 那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 一流的 一流的 大盘今天再跌一百四十七点 我又赚五十二块 我又赚五十块 给我的 你注意看 来 各位做股票 它真的没这么难 所以你看 四星KY昨天买回的 对不对 昨天买回的 那各位今天再赚五十块 我现在的累积已经多少了 累积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二块了 各位你知道四星KY这档股票 我们已经累积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二块 价差 真实富贵千张万劝 昨天买到今天再赚五十万 十张就好五十万 不要讲一百张 各位做股票这么难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成立好做股票 我不会每天再换股票 我就挤挡股票来回做价差 各位就吃喝不玩了 各位股票有需要每天去找涨停板的吗 不需要 各位再看金星科 看完金星科帮我鼓鼓掌好不好 真的 各位来看 所以这个 所以各位 这个我们四星有没有 又再赚五十块 好 各位我们来看看 昨天 我们又拉回到昨天 好各位又拉回到昨天 各位昨天我是不是买回那个 这个四星KY给你看过了 对不对 我们昨天是不是买回这个 有没有 各位看 昨天十点三十二分 是不是买回 三三五到三四零的 六五三三的金星科 有没有 十点三十二分 结果他十一点三十二分才来 有没有 各位 三三五到三四零 各位注意看 各位注意看 老师啊 他黑的 老师他黑的啦 老师 老师要收盘黑的 各位 他收盘黑关我什么事 盘中四个半小时这么重要 很重要 我早上九点零四分就已经出光了 我赚十八块 老师真的吗 开玩笑 你看我的脸会像诈骗集团吗 不会啊 所以各位 我昨天买在哪里 我昨天买各位 昨天最低三三九点五 十一点半才来呢 我十点三十几分就在讲 那我成交之后 昨天收盘说三五零 是不是马上赚钱 那各位你看今天开盘 今天开盘 开三五零 最高拉到三五九 对不对 各位来 你看看陈利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会员想跟他 为什么我是第一名的 为什么我们业绩低 绩效低 各位看清楚 请你把照相功能打开 有没有 不是可以照相吗 你看看我的日期跟时间 各位看 各位这是昨天买的嘛 对不对 我们拉到今天 你看看我多用功 各位 你看我今天早上一早 多用功 今天早上就在分析行情 你看 你看 我的天啊 好认真的老师 哥 你看我今天怎么出股票 各位来 你念给我听 会员注意 有没有 会员注意 6533金星科 早上358359 出的漂亮 我们早就出掉了 我们一大早就出了 你知道吗 一大早就在建议出股票了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看那几点的 早上9点04分 你看我怎么出股票 会员注意 今天两个字哦 今天两个字哦 会员注意 昨天我们买回的 36614新640到650续涨 短线上来到690附近 可以自己决定先出 另外6533金星科 340附近买的 现在355同样短线 可以自己获利出场 各位 早上9点04分 全部出光了 早上9点04分 出光了 你看 你看这个拉到哪里 拉到这个最高是多少 是9点08分以后 我9点04分就已经告诉会员出股票 出到最高价 你看收盘收339 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 一流的 一流的 所以各位 我四星KY 赚了50块 金星科 各位 再赚18块 各位 大盘今天跌147点 我依然帮你赚钱 各位 所以我们业绩第一 绩效第一啊 刚好而已啊 刚好而已 各位 我们是真的很厉害呢 所以各位你看 9点04分就已经在出股票了 出股票了 把四星KY跟6533全出位 各位 这可以移动的 今天两个字呢 各位 出掉之后 你看多漂亮 各位出掉之后 你再看 出掉之后 你看 今天两个字 我早上9点22分 就在讲 郁金光如果有拉回310附近 可以再买回 有没有 哎 几点 9点22分 各位 我们昨天郁金光 是不是出的很漂亮 你看 我们昨天郁金光 是不是出的很漂亮 我拿给你看 各位 昨天郁金光 我们是不是赚28块 各位你看 我昨天出很漂亮 各位看 我找到了 你看 我10月17号 是不是买郁金光 买308.5 昨天10月18号 是不是出328到329 我昨天电视上 不是跟你讲 我赚19块 有没有 出掉了 对不对 各位 我出掉了 昨天就出掉了 结果今天 你看 今天很多人说 老师 要不要买回 要不要买回 那个郁金光 我说好 等311 你看 各位 早上9点22分 我说300亿再买 300亿 我的很多的会员 跟我讲 老师不会来 不会来 开玩笑 我是谁 我成立好 我说会来 就会来 各位看 最低311 各位看 最低311 今天开盘 开314 一路都在这里 一路都在这里 都没有打下来 到了尾盘 才打下来 311 我是谁 我是一流的老师 我是一流的 我不是那种 不入流的 我更不是 国安基金 我更不是 台积电的操盘手 那种三流 不入流的 就不要再讲了 真的丢脸 所以台股 为什么会烂到 这种程度 就是因为 国安基金 不会操盘 就是台积电的 操盘人太烂 就这样而已 那你要跟谁 当然跟第一名的 我会做多 也会放空 我不是呆呆的 做股票 所以各位你看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 是不是买回玉金光 我不怕你知道 我不怕你知道 那各位 我金星科 我赚了600 今天又赚了18块 对不对 各位你相不相信 金星科 我今天又建议 又买回来 我出到355 到359 出掉了 又叫会员 等在335 到340 再买回来 老四真的会来吗 各位你看 各位今天 收盘收339 你不相信 对不对 各位你看 刚刚我在讲 这个有没有 在讲 340 六玉金光的时候 第二通 9点30分 就在讲 会员注意 6533 金星科 早上358 359 出的漂亮 现在如果拉回到340 现在果然拉回到345 但请大家注意 今天的支撑价买价在335到340 可以买回 早上9点30分 再讲 你看有没有拉回 各位到了尾盘 真的拉到339 各位你帮我鼓鼓掌 行不行啊 一流的 我真的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 比陈利豪还要厉害的 没有 除了吹牛比赛 比陈利豪还厉害之外 除了造假作弊 比我还厉害之外 没有一个比我还厉害 所以各位 做股票 你要用你的脑袋去分析 这个老师到底行不行 我都打在测标上 10月17号 大盘大跌313点 勇气霸气行动力 买了这么多的股票 全部获利出场 结果昨天马上打在测标给你看 四星赚52 宝雅赚32 利旺赚90 金星科赚26 郁金光赚28 赚18 昨天郁金光是赚18 是不是18 19 19块 结果加登赚25块 结果又买回四星再赚50块 金星科再赚18块 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昨天就跟你讲 我是全国第一 很多人说老师 那个座谈会的节目 报章媒体杂志 各位 那个都是马后炮 那个都是造假作弊 有时候访问有没有 比如讲A访问B 早就套好公式了 让人家访问B 那叫作弊比赛有必要吗 你要做股票要在盘中四个半小时 跟陈丽豪一样 用手机去验证 可以移动的 那才是真正的 如果手机的日期跟时间都可以造假作弊 各位 那贾博士会从坟墓跳起来 听得懂吗 那贾博士会跳起来说 我设计的都没有这个改 可以改时间跟日期的 你设计的还可以 你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是谁 我是一流的老师 你不跟一流的 你去跟那二流跟造假作弊的老师 有什么用 所以各位 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全国新的投资盘 今天大盘桶147点 我都可以帮你赚钱 OK 我再强调一遍 卖入11月份 唷 11月份 唷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 那你现在要怎么做 现在所有投资人赶快打电话到公司 业务都在等你 好不好 各位跟着力豪 迈入11月份 看我的 把你前面11个月都没赚到的 在11月份一个月 全部赚回来 好不好 各位休息之后再回来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 鼎业来帮你 甜甜价 让你轻松富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02 85113366 相信从鼎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鼎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鼎业投顾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打官司 还得保去台北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争议更快更容易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最近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 很多投资人真的很可怜 真的超级可怜 他们说这个台股到底怎么了 美国股市反弹 台股昙花一现 美国股市下沙 他也跟着下沙 可是台股的基本面很好啊 本益比相对偏低啊 值利率也很好啊 台股跟期货 现货正价差啊 什么都好啊 为什么不会涨 各位你问的好 你问的好 为什么 问你自己啊 问你自己啊 很多人都期待的 法人 主力大户拉股票给你出 拉上来你就出 拉上来你就出 拉上来你就空 他又不是白痴 他又不是白痴 拉给你去空啊 那是因为很多投资人 对台股已经没信心了嘛 所以各位 我为什么从 今年的4月12号 一直跟你讲 来回做价差 要懂得做多 要懂得放空 来回做 一流的 所以各位 做股票要跟谁 跟成立好 真的 好不好 除非你退出股市 你不要做了 那就算了 你既然要做 为什么不找第一名的 而且从头到尾都验证给你看 用手机验证给你看 所以各位 跟着立好安心放信用开信 一通电话 我帮得到你 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了 真的 各位 11月很好玩哦 好不好 想不想把你之前赔掉的 在11月全部赚回来 想 一通电话 我就帮得到 各位 不想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 就这样好不好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